第1366章 杀气腾腾 变故 太突然了 一杆冰冷的毛风 漆黑如墨 风锐无匹 刺透王天明将他高高挑起 人鲜血洒落下来 地面崩开 一共五人全都披着黑色的甲咒 他们或手持有黑的大脊 或持天歌 或持冷烈的战毛 外加一个金色的小蚂蚁 站在未守者的肩头 他们突兀地从地下出现 崩开地表 来到天神书院 啊 王天明惨叫 并没有立刻死去 他十分的痛苦 面孔都扭曲了 浑身净乱 这一杆黑色的战毛 十分粗大 并且很长 从他肋部穿入 从他的颈部下方刺出 洞穿了他的整个胸腹 这种伤害太严重了 尤其是 冰冷的毛风 从他的颈部下方刺出后 沾染着鲜红的血 正好出现在他的面部前 这种景象格外的圣人 身为受创者王天明 吓得魂不附体 那毛风刺透后 还这样抵在眼前 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他简直要昏厥过去了 但是 他无法昏沉 因为那种痛太厉害 炙烤着他的灵魂 焚烧他的体魄 这兵器太可怕了 不仅他自己能感受到 所有人也能清晰地见到 黑色的战毛 缭绕着一圈神秘符号 那是皱纹 也是秘力 更是神力外放 形成的大道纹落 在那里浮现 这种符号 如同地狱之火 炙烤着王天明的肉身 并侵蚀他的灵魂 不 放下我 快救我呀 王天明大叫 他忍受不了这种折磨 人们变色 要知道 王天明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是一个超级大高手 哪怕比不上县院的长老等 但也身份极高 可是现在 他屈服了 在被毛峰刺透后 他的灵魂都在瑟瑟发抖 像是在被进行末日审判般 无法抗争 鲜血滴滴答答地洒落 沿着毛峰流毯下 落在地面上 让这种景象触目惊心 王天明就那样被挑着 被一杆巨大的战毛 钉在半空中 周围的虚空都裂开了 他难以震动 哪怕一下 景象可怕 四周所有人都骇然 你这种东西 实在太嚣张了 在你们王家的领地内 作威作福也就罢了 还敢跑到这里来发狂 不知死活 金色的小蚂蚁冷声道 他真的气坏了 跟十号从大赤天边疆回来后 居然被这种奸人诬陷 并想将他们拿下 让他怒火天鹰 他们在战场战斗 十号一人独占十亡 而王家不去御敌 却在后方做手脚 要除掉一击 实在可恨 金色的小蚂蚁烟能不愤 预感到危险时 他跟十号简单交流 第一时间就走了 悄无声息地没入大地下 去天脚蚁的仙府搬兵 放下他 远处 王家的两位大人物 脸色殷勤不定 这个变故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这是突发事件 他们暗自心惊 对这个地方了解得不够 没有想到 天脚蚁能搬出这等神秘的旧兵来 所有人都能看出 走出来的几个身披黑金甲轴的士兵 不算真正的有血有肉的生物 已经化成傀儡 但对天脚蚁绝对服从 有一种神秘的灵性 让他们保持些许清醒 你说放着放啊 算什么东西 金色的小蚂蚁 站在身穿黑金甲轴的士兵首领的肩头上 在那里冷声道 他十分厌恶王家的人 此时感觉 比对异域的人还要仇恨 十号上前 没有看开口的那两位大人物一眼 只是盯着王天天明 道 警告过你 再不知进退 必杀你 放下我 快 王天明低吼 他实在承受不住了 那黑色的绽毛 被符文包裹着 如同地狱之火 在炼化他的灵魂 他的元神想逃离都不能 被禁锢在肉身中 被腐蚀 被黑色火焰化成飞灰 不断地消失 这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折磨 眼睁睁地看着灵魂 一点一点地成为灰烬 看着自己慢慢死去 这比直接死亡 更让人恐惧 你们真的心中有鬼吗 拒捕也就罢了 还敢出手杀巡视者 我等一路巡视而来 探出各地是否安稳 唯有耳等嚣张跋扈 真的要反了吗 王家的一位大人物 沉声道 你们还要脸部 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 曹玉生忍不住骂道 王家这分明是颠倒黑白 自己心中有鬼 却倒打一耙 还在为十号等人扣大帽子 事实上 那两位老者也无奈 被逼到了这一步 实在没有其他理由 如果直接服输 那么一切都无意义了 他们是为不灭金而来 遵从王家最高旨意而至 放开他 我们既往不救 只要你们讲明大事天的情况 可以还你们清白 王家的一位老者说道 因为 他不敢争个强硬 金色的天脚 已所带来的五大高手 让他心计 尽管知道他们不是活人 只是战争工具 还是让人忌惮不已 你王家真的不要脸了吗 十号开口 他一摆手 冲着金色小蚂蚁开口 道 杀了那个人 哄 金色蚂蚁说了一句话 那士兵首领手中 黑色的战毛一阵 腾起一股黑色的火焰 轰的一声 王天明惨叫着 整具躯体化成了一节焦炭 原神更是直接被焚成尘埃 王家一位身份很高的人 就这么被击毙了 四周 有不少人都在围观 心惊肉跳 这可是长生世家的 一位大人物 就这么死掉了 慌 你知道在做什么吗 拒捕 杀巡视者 你要反了吗 王家一位老者怒吼 但是明显有些色力内人 十号赫斥 拒捕 你们王家算什么东西 谁封的你们 未巡视者 你们有什么资格拘捕他人 所有长生世家 都在前方搏命 你们却在后面行阴暗之事 还敢在这里 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还要脸吗 甜不知耻 声音如雷 震得许多人 双耳嗡嗡作响 王家的人 更是脸色骤变 你 即便觉得不公 也可以讲出来 为何直接出手杀人 而且 还是用那种黑色的魔火 焚烧人的神魂 太毒辣了 王家有人争辩 你们要缉拿我等 不问青红皂白 还好意思这样质问我等 真是无耻 金色的小蚂蚁 寒声道 你觉得这种黑色火焰恶毒吗 这是仙道符文 当年 他曾杀敌 在战场上 杀异域人无数 那士兵首领木然说道 这些话语一出 让所有人都心惊 这可是前嫌啊 跟异域人争战过 谁敢质疑他们 而王家人 更是心胆发颤 这个傀儡 还有真正的自主意识不成 请几位前辈出手 将他们全部拿下 十号说道 枪 五个人一起向前走来 手持着战矛 大吉 天歌等 全都杀气滔天 带着一股洪荒岁月 都无法磨灭的可怕气息 你们 不要乱来 王家的人心虚了 这一刻全部胆寒 因为那五个人虽是傀儡 但深不可测 还有谁比你们王家 更敢乱来的吗 曹宇生鹤道 乱来 我在这里想问一声 你王家是没有记性 还是真的想反出九天了 十号断鹤道 你在 说什么 不要乱扣罪名 王家的一位老者 神色难看 不是如此 今日你们为何这样做 质疑前方战场下来的 有功之人 此时 天神书院的长老也走来 因为那两人不敢阻拦他了 王家人 如果不是想反 那你们忘记了吗 不久前 我与大长老 还曾去你们 王家做客 曾杀了一些人 你们的古祖王长生 亲口许下诺言 不再沾惹是非 可是才够多久 你们就出而反而 来此挑衅 想死吗 还是想灭族 十号怒斥道 他真的很愤怒 心中有一股火气 王家一而再的出手 不断针对他 难以宽恕 周围 所有人都发呆 敢这么呵斥王家的大人物 并直呼该族 古祖王长生的名字 这需要一种胆破 你 王家的人心中无敌 原本想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拿下十号 逼问出不灭金 不曾想遭遇这等变故 你什么你 王家既然丧心病狂 想要灭亡 会得到满足的 十号说道 你 你敢 我王家有九条龙 更有鼓祖 你敢声称覆灭我等 必有大祸 王家那个年轻人喊道 杂草一根 土狗一般的东西 这里哪有你叫嚣的地方 十号直接迈步 右臂探出 大手向前镇压而去 你 那年轻人早先就曾大放厥词 现在被一巴掌拍中 当场扑的一声炸开了 化成一团血舞 欺人太甚 你竟敢随意处住我王家人 这是在挑衅一个长生世家的威严 王家有人喝道 王家还有什么威严 败类而已 不服吗 今日就是要拿你们开刀 我看王家是否真的会反 十号呵斥道 你敢 一位中年人快速出手 想要先拿下十号 当作人质 轰的一声 他的一只紫盈盈的大手到了镜前 要抓走十号 扑 鲜血渐起 他发出一声惨叫 因为十号手中持着一口箭胎 刺透了这只大手 让他那伤口鲜血不止 那见他有魔性 简直要吸干他全身的血液 这一刻 王家的人都心头一震 就是两位老者也变色 他们知道 这个年轻人 光是自身就不好对付 身上还有很多古怪 杀了他们 十号说道 金色的小蚂蚁 早就迫不及待了 请五大高手上前 黑色的战矛 冰冷的大吉等 全部向前刺去 你们敢 王家的两位老者 大声喝道 有什么不敢 王家的人出尔反尔 这么快就不遵守诺言了 杀你们也是白杀 我看你们 王家的九头龙 是否会出来 十号冷声道 扑 就在这时 血光溅起 五大高手的战矛 天歌等刺道 王家的人根本无法反抗 瞬间被刺透 只有那两个老者避过 的确是高手 奋力对抗 但是最终也不行 五件兵器挑着其他人 再次一起向他们刺去 这时战阵 曾经在战场上 斩杀无数抑郁强者 拿来对付他们两人 真的有些大财小用了 咔嚓 两个老者以性命娇羞的宝具等 在战矛 天歌下 全都被击成鸡粉 而后两个老者 也被兵器声声刺透 挑了起来 被钉在半空中 鲜血淋淋 众人震惊 这可是王家的大高手啊 是该族的元老 结果在五大傀儡战兵的兵风下 全都被调杀 你们 居然敢如此 我族老祖不会做事 必要出手除掉你等 我王家有九条龙 一旦骑出事 谁也不能敌 王家的两位老者不甘 虚弱地喊道 九条龙赶出来的话 全都涂掉 十号冷声道 而后道 杀了他们 噗 五件兵器一阵 被挑在上面的那些人 包括王家的 两位老者 全都爆碎 化成血与飞灰 就这么解决掉了 全部被杀死 现场鸦雀无声 长生世家的大人物 就这么被击杀了 接下来怎样做 金色小蚂蚁问道 完全是一由未尽的样子 自然是出手 将无量天中王家的 一些据点拔掉 尤其是离天神书院 较近的那些地方 一个不留 全杀 十号杀气腾腾地说道 什么 众人惊愕 这太疯狂了 这是要跟王家开战吗 可是 谁能敌王长盛 孩子 一切从长记忆 天神书院的长老上前 他怕十号遇到危险 惹出大祸 因为那九条龙真要出来 如今无人可压制 更可怕的是 王长生若是出关的话 那麻烦就更大了 大长老回来了 还没有离去 十号只有这样一句话 暗中告诉这位长老 第1367章 积王家 全杀 十分干脆 一个人也没有胜 王家的人都被灭掉了 而且 事情并未完结 十号跟曹宇生 常公炎等人商量 并询问天神书院 仅存的一位长老 王家那些据点在哪里 这是要捅破天 此地引发一阵骚动 人们十分震惊 慌这是要强势出手 要闹个天翻地覆 绝对要出大事 当然 事情传开后 天神书院上下都十分气愤 王家太过了 在这种关头排除一几 要针对九天的参战者 实在让人怀疑他们的居心 一定要向王家讨一个说法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有人喊道 这像是点燃了火药 群情激愤 哈哈 我迫不及待了 王家这群贼仔子 一看就是居心险恶 我们主动杀上门去 金色的小蚂蚁兴奋 十分好战 很快 十号他们动了 登上一艘战船 许多人跟随 浩浩荡荡 前往黎天神书院 最近的一处据点 十号相信 肯定肩负情报的收集等 附近的王家人 一直在盯着天神书院 这种据点该端掉 一座古堡 规模不算小 算是王家的 一处下院 野兽弟子 在大地尽头的一座 巨城外不远处 这里山地起伏 古墓参天 也算是一处灵袖之地 不然的话 王家也看不上 根本会用来建道场 什么人 在这苍翠的山脉间 一座古堡前传来和声 因为有人发现了 战船在接近 何人敢闯长生 世家王家禁地 胆敢放肆 杀无赦 山地前 一座高台上 有两名年轻人 十分自傲 哪怕看到 战舰飞来也不惊慌 反而大啦啦的 在那里坐着 长枪放在一旁 很明显 这是负责料望的人 但是他们很自负 不相信 有人真的敢冲击王家 故此根本就没有 将接近的战船 放在心上 只是呵斥 嗯 还不直播 你们找死吗 这是王家禁地 任何人敢 贸然闯入 都要被击杀 一人冷森森地喊道 战船无视他们 贴着山林飞行 急速而来 目标很明显 要冲撞这座古堡 迪西 两个年轻人叫道 吹响号角 一刹那 古堡内的人被惊动 迅速开启大阵 祭出成片的符文等 阻挡敌人入侵 战船冲过时 古堡外的阵台 顿时被撞碎 两个年轻人 失去了那种傲气 吓得滚落在地 扶下身子 免得被击杀 动 这座古堡的大门 轰然爆碎 因为战舰等级太高了 哪怕这里浮现阵纹 也难以阻挡它 成片的建筑物 寸寸断裂 而后坍塌了下去 巨大的战船 从这里碾压而过 催枯拉朽 要毁掉这个据点 何人 不知天高地厚 来我王家下院角呢 一声断鹤传来 终于有高手动了 催动出一道宝树 如同汉海汹涌而来 抵住了战船 这绝对是高手 不然的话 不可能有如此手段 但是平王家一个下院 一个远离本族的据点来说 不应有这种高手 战船止住 停在半空中 骚骚骚 接连数十道身影 飞上高空 俯视着战船 其中一个中年人 修为十分高深 目光硕硕 如同小太阳般 此人比之进入 天神书院的两名老者 要弱一节 但是相对来说 也算是一个大高手了 最起码能跟王天明比肩 是你 慌 你竟敢闯到这里来 这些人一眼认出十号 全都变色 那为首的中年人 感觉情况不对 道 王天明呢 看来 你们真是冲着我来的 你知道王天明前往天神书院 但现在他已经死了 十号冷冷地说道 什么 这些人都是一惊 而后愤怒 那为首的中年人 倒也果断 道 快走 他第一个逃了 眼中含着院毒 看了一眼十号 就要顿走 果然跟你们有关 在这里监视天神书院 一个也走不了 十号鹤道 战船上 几道赤圣的光束飞出 那是古船上的符文 发动攻击 在扑扑声中 一些人被击落 赤 同时 一道黑色的身影飞出 刹那就追上了 那逃走的中年人 而后一枪将他刺穿 并挑起 他连反抗的余地 都没有 这是金色小蚂蚁 召唤出的士兵之一 战力强大 这一次 他没有下杀手 因为十号想了解一下情况 十号请天神书院的 那位长老出手 探索此人的石海 王家 究竟想做什么 不灭惊 当长老暗中 对十号传音时 他心头巨震 这篇经文居然暴露了 王长生推算出来了 十号不得不心惊 王长生太厉害了 这个疑似 被真仙封印到 这一纪元的人 过于可怕 连这篇经文的归属 都能推演出来 实在让人不得不发毛 你 放开我等 这件事就此结束 我们双方都不至于下白胎 那中年人低语 只是 这种妥协的话语 也只是流于表面 十号在他的眼底深处 看到了一道寒光闪过 王家的人并不服 扑 十号亲自动手 一剑斩下他的头颅 而后击杀他的元神 既然动手了 就不会善了 走 赶往下一处 战船启航 化成一道流光 消失在山脉中 就在这一日 在这片浩大的疆域内 王家共有四处据点被碾平 重要人物被击杀了得干干净净 这引发不小的震动 许多人侧目 慌这是要做什么 真的敢出手啊 居然连退王家的据点 这绝对算是天大的事件 敢攻击长生士加数个据点 这是要捅破天 一股暗流涌动 开始发酵 一股巨大的风暴即将形成 果然 王家人来了 而且来了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心诗问罪 浩浩荡荡 带着不少人马直逼天神书院 那是一辆战车 被九条巨兽拉车 碾压过高空 隆隆作响 战车带着铜绿 十分古老 曾经经受过战火的洗礼 满是刀痕剑孔 并未修补 因为那上面凝聚着大道法则 无形中加持了此车 让他更强 王真 王家九条龙的后人 他是王二的长子 属于王家最古老的第三代人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权柄极大 当然 他的修为也强得离谱 毕竟身份摆在那里 从太古活到现在 见过各种大场面 王家怒了 心诗动众 足足有数百辆战车横空而来 提升隆隆 数百头 蛮受踩踏的长空剧烈颤抖 这惊动了很多大势力 王家要出重手啊 他们带出了自己家族的大旗 烈烈作响 通常只有远征大战时才会如此 王家人还远 但天神书院已接到消息 曹宇生愤愤不平 道 王家这群人 真是可耻 在各族前往大事天边 将参战时 不见他们的身影 现在却出动数百辆战车 数千精锐人马 许多人都在关注 都在盯着这股洪流 很明显 这些战车都沐浴过战火 此时皆十分璀璨 在神力的贯注下 从铜袖中射出冲天的光芒 近了 王家的大队人马 逼近了天神书院 隔着很远 都能感觉到 那股凶煞气息 这是天神书院开院以来 从未过之事 有人竟要围困此地 荒 可在 天边 最为宏大的一辆青铜战车内 传来威严的声音 如惊雷乍响 似天地呼啸 让长空崩裂 无论是天神书院的人 还是闻讯赶来的各族人马 都是一惊 那是王真 他果然可怕 修为深不可测 十号站在天神书院的一座高山上 喝道 你们不去 边荒跟异域仇敌大战 却带领精锐 围困天神书院 这是要做什么 要反了吗 第1368章 王牌年轻人 这是你应有的态度的吗 见到前辈不过来见礼 却在那里吼笑 成何体统 战车中 传来冷漠的声音 这老帮子 还真不是东西 都撕破脸皮了 却还让十号去见礼 诚心恶心人啊 草语声道 小蚂蚁点头 他是一个暴脾气 要是由他的性格 直接杀过去算了 围困天神书院 杀气滔滔 这样怀着敌意而来 你也好意思 替什么前辈 说什么见礼 我没有直接问你是否 已投靠异域 已经算客气 留情面了 十号说道 他针锋相对 对王家没有一点好感 对于王真率重来袭 出乎预料 王家人居然的 真的敢这样做 带领大队人马 困住天神书院 慌 你应该知道 我们为何而来 旁边 王真旁边的战车上 有人喝道 十号冷笑 也遇到 自然知道 是来赔罪吗 若是真心的话 立刻开赴边疆去参战 我九天的好男儿 目前都在浴血搏杀呢 我想 你们的觉悟不会那么低吧 你大胆 一个年轻人 沉不住气了 在那里吼道 十号 慌 你以为你是谁 一而再地挑衅王家 今日先来了 都救不了你 怎么 狗急跳墙 不讲道理了 曹雨生大笑 站在十号身边 点指向前 一副看不起的样子 住嘴 数千人贺吼 声音宏大 数百头做奇长丝 震动天地 这绝对是精锐 一刹那间 血气滔滔 破人神魂 王家岂是你能羞辱的 数千人同时举起兵器 寒光照耀九天 一股灵力的杀气逼来 让整片天神书院都温度骤降 曹雨生变色 这股人马真的太强大了 应该算是王家的王牌 小友 我们不想以施压人 但你这次真的过了 居然连烧我王家子弟 岂我长生 世家无人吗 最宏大的青铜战车上 王真走出 站在那里 一身金色道袍 他鹤发童颜 气质不俗 原本 孟天正前辈跟我族达成协议 彼此间的误会解除了 你与我们不再相互敌视 不曾想 才过一段时间而已 你就这样出拉手 杀害我祖子弟 实在过分了 这老头子 看着先锋道鼓 怎么这么无耻啊 金色的小蚂蚁说道 就是 这家伙还真好意思说 不是他们王家人 主动来天神书院 找十号麻烦的吗 怎么黑的 都让他说成白的了 曹宇生附和 他们两个一唱一和 毫不留情面 直接揭露 事情究竟如何 你们王家清楚 如果不清楚的话 问一问在场的人 所有人都看到了 王家那几人当杀 十号的回应很简洁 因为他要说的 早已被天脚蚁和曹宇生说了 无需赘述 小友 你太霸道了 有什么事情不能说 为何非要杀戮 这件事让我很为难 如果不能将你带回族中 无法对死去的人交代 但你也不要害怕 我王家一向仁慈 知晓这次的冲突可能有误会 故此不会上你性命 不过需将你带到灵堂前 对死者赔罪 你看如何 王真很温和地说道 一副宽厚的样子 老头子 你们不就是为了那篇经文而来吗 想绑走十号 不要这么无耻行不行 我听着反卫 天脚蚁大声喊道 放肆 你敢这样对我族老祖说话 年轻一辈 有人喝道 滚 你们算什么 以为自己多么高贵吗 别说是王真 就是王长生亲自来了 我也敢这样说 天脚蚁吃道 众人心头一震 而后醒悟 这是师兄之一的后人 是天脚蚁的亲子寺 是先的后代 论身份的话 的确太高了 可惜 这不是先古年代了 已经轮不到你放肆 王真的战车旁 一个中年人冷言冷语 凭你也配说放肆两个字 我天脚蚁 哪怕只剩下我自己了 也比你王家累落 你们这群伪君子 想夺经文就放马过来 说这么多作甚 招人厌恶 如同一群苍蝇般 小蚂蚁道 最近 一直跟曹与生接触 这么单纯的天脚蚁的嘴巴 都很会埋太人了 天脚蚁一族 是靠嘴巴争霸仙谷的吗 怪不得没落了 王家那中年人寒声道 你在说什么 小蚂蚁怒了 仙谷一战 所有仙明皆覆灭 包括他的亲人 对他来说 这是一种剧痛 不光是他 十号也沉下了脸 道 王家你们过了 天脚蚁一脉 在仙谷大战抑郁群敌 这等先烈 起事等可以羞辱的 其他人也都有感 一起盯着王家的中年人 呵呵 王极口不择言 不算是真心话 莫怪 王真笑了笑 而后又沉下脸 道 慌 你是否要跟我去王家灵堂前 你这种言辞 让我觉得 王家很无耻 十号非常不客气 他不想跟这些人多说什么了 想拿下我 就要做好准备 王家灵堂中 可能要多上数千口棺果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杀气滔滔 周围 众人全都一惊 直接动手 杀了这群无耻之人 小蚂蚁叫道 不知死活的东西 原本还要跟你们商量 给人等一个体面的台阶下 现在直接缉拿 那中年人王吉森寒帝说道 而后他又看向小天脚蚁 道 我虽然不想提 但事实就是如此 你们这一脉 还是好好繁衍 多多保重吧 敢威胁我 小蚂蚁大怒 是又如何 准备进攻 中年人说道 天空中 数百辆战车 数千人马 顿时发出金氏杀气 王家的王牌动了 向前逼近 兵器闪耀寒光 杀 这些人大吼 请前辈出手 拿下他们 十号开口 杀 就在这时 五声低吼传来 声音不高 但是却穿透九天 五条身影出现 都穿着黑色的甲咒 正是五大士兵傀儡 五个人也敢针对我 数千人马 真是笑话 中年人王吉冷笑道 他们并不知这五人的身份 只是听闻王家的人出事了 就匆匆而来 这一次 他们下了大本钱 动用了一座绝世战阵 果然 数千人马排列 刚风浩荡 席卷了天上地下 一股可怕的战气 弥漫出 惊动了这片大域 所有观战者都心惊肉跳 哪怕是来自其他 长生世家的人也如此 都知道 王家动用了一种 了不得的战阵 除非绝带人物出手 不然的话 麻烦就大了 然而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那五个人不受影响 披着黑色甲咒 手持大己 战矛 天歌等有黑的兵器 直面数千人马 组成的大阵 无所畏惧 毫不动摇 汝天脚以一脉者 死 并且 在此时 为首的士兵首领 道出这样一句话 是吗 我等着呢 看你们能如何 王集不以为意 冷漠地说道 杀 下一刻 五个士兵大吼 彻底爆发了 其声音一下子震碎了天地 比混沌雷电还可怕 让所有人都梦了 并且 在这一刻 他们爆发出了 汉海般的杀意 一股从昔日的生死战场上 带来的血气 席卷这里 震慑世间 所有人都呆住了 这绝对是穿过 尸山血海的人 是杀敌无数 才能造就的血色杀意 太惊人了 举世不曾见过 只有五个人而已 却横推前方大片的人马 一刹那 扫出一条通道 断臂残肢飞舞 兵器折断 根本不能阻挡五人 就是时候 此时都呆住了 这五大高手太恐怖了 至于王家所谓的王牌 直接被掀翻 被碾压 被横扫 尸体成片的坠落 战车等爆碎 噗 几乎在一刹那间 五大士兵就杀到了 其中一人更是化成一道黑色的闪电 手中战矛刺出 扑斥一声 将中年人王吉刺穿 挑在半空中 道 天脚以一脉不可辱 这个场面太震撼了 催哭拉朽 直接就杀到了境前 连那超级高手王吉都 没有能躲过 被一毛刺透躯体 定在半空中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而后跟着热血澎湃 可是 十号却一声叹息 五大高手原本纵横边荒 斩杀抑郁大敌 可现在却在此地 迫不得已对九天的一些人出手 这是一种悲哀 那五人心中肯定不好受 第1369章 灭阵 曾经在边荒 参与了最为惊天动地的一战 沐浴万敌血 最后留下残命归来 不得已将自身炼制为傀儡 这是曾经跟抑郁大战过的几名老兵 但现在他们却不得不对 九天的后裔出手 被逼到这一步 也是一场悲哀与无奈 毛峰本应迎向抑郁敌 可现在九天内 却有人针对他们 你们 放我下来 王吉大叫 他被钉在半空中 感觉很痛 难以忍受这种折磨 鲜血糖血 沿着绽毛的黑色金属杆落下 触目惊心 王吉一动不能动 只能在这里哀叫 毛峰在灭杀他的魂魄 几位道友还请高抬贵手 有些事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还没有动手继拿十号 你等确刺穿王吉的胸膛 杀我祖子弟 是否太过分了 王真开口 他已经退出去很远 那辆战车真的很不凡 流转出复杂的古文 如一抹流光般 成功避过五名老兵的冲击 此时 拉车的凶兽放倒 被丢在了一边 只战车自身 就能奔行如电 王家众人一个个心头凝重 这些王牌战兵都不说话 握紧手中兵器 不断地倒退 避过五名老兵 四眼 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很震撼 王家数千人马 困住天神书院 可是就在片刻间 刚才足有上百人被横扫 被碾压 成为尸体 你们也好意思说过分这两个字 带领数千人 马围住天神书院 都已经说了 要抓走十号 现在还谈什么没有动手 难道等着你们屠刀压在脖子上 我等才能反抗 曹雨声道 五名老兵的战力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王家那些人 可是精锐 是王牌 结果像是切菜一般 在片刻间 就被劈杀上百人 请放下王吉 我们的事可以慢慢谈 王贞说道 依旧很平和 鹤发童颜 颇有一种仙道韵味 王吉是他的后人 在族中也算是一个高手 地位不低 现在他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后代送死 杀了他 十号说道 没有一丝的犹豫 天脚以一脉不可辱 那老兵首领的战毛一抖 扑的一声 王吉只来得及 发出一声惨叫 而后四分五裂 化成一团血物 死于非命 王家一位大高手 就这么死掉了 就跟削萝卜 剁白菜一般 简单干脆与直接 你 王贞变色 勃然大怒 他沉不住气了 对方就这么击杀了 王家一位重要人物 毫不手软 四野 闻讯赶来的各大家族的人 都一领 那五名老兵 让他们忌惮 哪怕早已死去 不是真正的生灵了 也依旧有俯视群敌的底气 所有人都知道 今日这件事不能善了 可能会演化成更大的事件 列阵 取出所有战阵台 今日既然你们无情 也不要怪我王家不讲究 以报之报 镇压你们这几个魔头 王贞含声道 随着他一声令下 这些士兵之间出现 一座又一座青铜阵台 将彼此连接起来 释放出恐怖的气息 这是王家的战阵 是祖上传下来的 在跟其他 长生世家的征战中 立下过赫赫战功 你在说 谁是魔头 十号赫斥 五位老兵在仙谷百战不死 侥幸留下残体 最后自封为傀儡 这种人立下过大功 守护过这片九天 不容侮辱 所有人都一惊 因为此时十号脸色阴沉 十分愤怒 显然王家这种言论 触及到了他的底线 有些话你们可以说 污蔑我不要紧 但有些人 你们真的不能辱 你问一问在场的人 哪个敢说五位前辈是魔头 十号大声道 你说 他们是仙谷百战不死的老兵 有什么证据 不过是你自己为了 树立起所谓的大意而为 想借此左右世间言论 让我们王家的战兵 来检验一下 他们究竟是否有那种实力 王真冷声说道 动 在王家那里 阵台发光 斑驳铜锈脱落 每一座都开始变得晶莹透亮 这些青铜阵台 都有很多的刀痕剑孔 但如今 这已经不算是瑕疵 因为注入了大道纹落 使之更加可怕 同时也说明 这些阵台经历过大战 受过战火与鲜血的洗礼 列阵 出击 王真喝道 他白发飘舞 身上散发杀气 先到气运彻底消失了 力气腾空 一个人的气质 在刹那间发生逆转 也很惊人 数千士兵全部举起了兵器 缓缓推进 这一次跟不久前完全不同了 那些阵台抖动 交织出成片的古纹 笼罩虚空 所有人都被覆盖在下 每一个士兵都被保护在当中 这次战阵 是王家的一种 可罚九天神魔的古老杀阵 威力无穷 看到战阵发光 一些长生世家的人 脸色变得难看无比 因为他们的前辈 曾有一些战死在此阵中 击穿他们 全部杀败 金色的小蚂蚁交道 实在看王家人不顺眼 不仅跋扈 还很虚伪 数千人推进 如一股钢铁洪流 威势惊天 在整片乾坤都站立了起来 此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因为 王家这是拼命了 动真格的了 咔 当所有战兵举起兵器 一起对准五名老兵时 电闪雷鸣 并且在这战阵中 腾起了混沌器 这让人心惊肉跳 如同一头远古巨凶复活 在这战阵中凝聚出体魄 要逆天归来伴 嗷吼 果然 一声咆哮后 一头灰色的怪兽出现 神渊的头颅 豺狼的躯体 巨蛇的尾巴 此外还有一对黑色的服役 十分凶残 这是绝世杀阵 可以不断释放出史前的巨凶 从那些阵台中腾起 人们胆寒 那里可是有数百座阵台啊 如果都冲出凶兽 简直不可想象会有多么的强 杀 数千人一起大吼 声势惊天动地 此时 10号 金色的小蚂蚁 曹雨生等人的脸色也都变了 真的低估了王家的抵御 这种威势太惊人了 因为 就在这一刻 诸多阵台亮起 再次腾起数十头史前巨凶 一个个气势磅礴 威能强决 这是专为对付绝世高手 而准备的杀阵 前辈 小心 10号传音 五名老兵站在一起 他们的兵器划过虚空 那种诡计很可怕 宛若天刀灵势 冷森森的杀气震荡诛天 他们的身判 浮现出的大道符号 冷悠悠 如同从修罗界冲来 杀气更胜 破阵 老兵中的首领迪鹤 五人一同推进 以肉身硬搏王家的大阵 破 一名老兵手中的黑色大脊 高高扬起 力披那头最先出现的怪物 当场斩杀 五人竟然这么可怕 人们惊叹 这才刚一交手啊 就让王家大战一阵摇动 全面复苏 启动所有阵台 击杀他们 王真冷酷地说道 数百阵台全部发光 璀璨刺目 一头又一头 史前聚凶浮现 压制的天地军裂 在抖动 这种威势太强了 等弱智强者发威 受手 同一时间 王真冷笑 他取出一张法指 很古旧 那是上一纪元残留的碎片 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是专为对付无敌高手而准备的 加持在战阵上 哄 果然 当五名老兵的主动攻击时 他们的兵器被挡住了 大阵撑起一片光幕 守护住了所有人 特别是 经过那一脚法指碎片加持后 威力激增 大阵不可撼动 毫无疑问 那是仙道法指 甚至 有可能是质保碎片 无法猜测出来力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情况十分糟糕 王家有备而来 破 就在此时 老兵中的首领 祭出一面破烂的小旗 扔进了前方的大阵间 哄 一切都变了 王家的阵台不稳 剧烈摇动 那浮现出的数百头巨兽 都在哀鸣 胆颤不已 当然 最为直接的变化 就是 王真所寄出的法指碎片 扑的一声燃烧了 迅速化成灰烬 那是 仙家战旗 王真脸色一下子白了 痛饮无数底血的残旗 属于我们这一队人马 尽管只剩下了五人 但战旗依旧在 老兵清语 四在缅怀 哄 随着解决掉那脚法指碎片 残破小旗 击碎数十座阵台 五名老兵大步迈入 开始大开杀戒 就这么简单 直接就破阵了 五人如同猛虎步入羊群中 所过之处 兵器折断 鲜血剑气 无人可挡 杀 王真大吼 他不得不拼命 因为一起老兵 当即就到了他的眼前 太快了 就是他的古战车 也没这么快 当 他寄出的宝具被击飞 战车帮他拦了惊世一击 住手 他大喝 但是 那位老兵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话语 只是攻杀 王真很强 超凡入圣 但是他却不想跟着老兵交手 忌惮他们为仙谷一名 他再次寄出一脚法指碎片 想轰杀眼前的老兵 然而 老兵身上亮起一片符文 直接将那脚法指粉碎 那是仙道符号 天脚以大人增赐符 刻下守护符文 一脚残缺的仙道法指 也想伤我等 噗 另外四人赶到了 几乎是同一时间 五件兵器一起向前刺去 将王真肉身动穿 啊 王真大吼 剧烈挣扎 但是根本逃脱不了 元神被阵风在肉身中 没有办法离体而去 快停下来 一切都还要转接 我们可以商谈 他低吼着 他不想死 没有必要了 一位老兵用力 天歌挥动间 将王真腰斩 鲜血狂喷 我是王家九条龙中 第二条龙的长子 你们不能杀我 他还未死去 上半截身子开口 声音很小 因为怕丢人 同时他也很虚弱 这倒不是装的 九条龙来了 也不行 那名老兵很干脆 噗 王真死了 被五人动用兵器震碎 化成一团血泥 坐等九条龙来 第1370章 九条龙出世 坐等九条龙来 这是要跟王家 写拼到底 九条龙一出 跟王长生出关 没什么区别 因为 九条龙一起出手 天下无敌 一直都有这个说法 现在 天神书院 将第二条龙的长子击杀 没有留一点情面 这是要彻底的绝恋 这 闯下了大祸 王家必然要爆发 雷霆之怒 肯定要出动 千军万马 要发兵至天神书院 天塌地陷啊 有长生世家的人长叹 这绝对是惹大祸了 王家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 然而 当事人十号 天脚蚁 五名老兵等 都非常的沉静 一定都没有慌乱的样子 此刻 王家数千战兵一阵大乱 失去了领军人 这些人的阵脚乱了 事实上 他们的大阵 早就被五名老兵冲击开了 杀 为王真老祖报仇 有人喝道 在阵中有一些领军的战将 带领众人向前扑杀 空有一身本领 却不用在正途上 全部降服 天神书院留下的那位长老 沉下了脸 也准备出手 但是 五名老兵动作更快 祭出小旗 砰的一声 碰压而过 当场超过五百人报岁 全部死于非命 这是参加过仙战的旗帜 曾经在边荒跟异域大战过 五人能活下来 绝不是侥幸 乃是百战老兵 在这种场合下厮杀 王家的所谓王牌战兵 跟他们比起来 显得太稚嫩了 差远了 死 或者臣服 十号喝道 给他们选择的机会 你 威胁王家 有人不甘 大声喊道 想以王长生的名义威吓 我从不威胁 一向很知见 王家的人 我杀得也不算太少 你觉得 我会在意你的恫吓吗 十号说道 你 那人闭嘴 不想死 都丢下兵器 扶在地上 十号喝道 五名老兵出手了 这次没有开杀戒 但是却在镇压 所有人的兵器 全部脱手而飞 并且他们 承受不住一种压力 坠落在地面 到了一地人 全部扶在五名老兵的脚下 活下来的这三千兵 马被镇压 王真兴师动众而来 结果却迅速地暗淡收场 领军者被击毙 剩余的人成为阶下囚 你们这些人 即便不畏死 也只是愚忠 愚蠢 守的是王家 而不是如今正在遭大劫的九天 在内部作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们都是罪人 天神书院的长老喝道 很快 这些人就被定罪 要被发配到边荒 让他们去那里参战 凭什么 我是王家的人 你们无权处置我等 一位战将大吼 表示不服 那你就去死 十号轮动手中的剑胎 扑的一声 将他的头颅斩落了下来 并且击碎原神 鲜血喷涌 就是这么的果决 不给这名战将机会 王家剩下的人静若寒蝉 说是不畏死 但又有哪个人真的不怕死呢 尤其是面对这个 如同魔王的年轻人 全都忌惮不已 因为 十号说救杀救杀 不是说笑 哪怕是长生世家的人 也照展不悟 九天十地 各族精锐都奔赴边荒 去那里血战 你们王家的身影呢 十号喝道 盯着他们道 迟迟未动 不见你们赶去 却在内部作乱 现在有理由相信 你们王家通敌 要为异域做内影 你血口喷人 一位战将脸色惨变 大声喊道 因为这可不是说说的事 一旦成真 王家将没有立足之地 各族都要争投 那好 我等着你们王家证明清白 期待你们派出千军万马 增援边荒 十号说道 说吧 他望向天际 而后盘坐下来 这是要做什么 很快 人们明白了 荒真的是等王家的人 九条龙会出现吗 这是一个大问题 来得了话 就惊破天了 王真被杀 王家三千步众被俘虏 扣在天神书院 这则消息快速传播 九天上很多剧组都知道了 这引发巨大的轰动 成为滔天波澜 所有人都惊诧 荒居然敢如此 闹得太大了 同时 人们也都警醒 再默默思量 王家这次的确没有向边荒发兵 难道真的有问题不成 这是一个可怕的事件 让所有家族不得不重视 如果王家反了 那将是天大的灾祸 暗中一群留守九天的老怪物开始秘密 这件事不能简单是之 小道消息 王家腾起赤霞 血光滔滔 有绝世大人物怒了 已经出关 九条龙动身了 要铲平天神书院 这样的传闻出现 引发轰动 无疑是一场大地震 世间有几人敢扬言铲平天神书院 这是孟天正所开创的 当时无敌的人物 也只有九条龙敢这么张狂 这般出口 这附和他们的形式作风 是他们的风格 果然 消息被证实了 一艘巨大的战船冲出王家 向着天神书院飞来 撕开虚空 横渡天宇 杀气卷十方 王家大人物动了 九条龙来了 这是一股大风暴 谁都没有想到 会演变到这一步 九条龙境出世 他们多少年 不曾走出王家的净土了 今日要大动干戈 天神书院当负面 连我王家的人也敢扣押 我的子孙也敢斩杀 彻底沉沦吧 在那撕开的虚空中 有人大吼 怒到癫狂 这是王二 第二条龙 一个绝世高手 站在船头 微白发丝飞舞 躯体被混沌气包裹着 杀意震动苍天 慌 这个小家伙惹大祸了 可能要给天神书院 招来灭顶之灾 暗中有老古董清语 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 不太对 我怎么觉得有古怪 凭这个小家伙 还不敢这么折腾 该不是在试探王家 是否真有反应吧 嗯 各种事情凑在了一起 王家先逼迫 然后天神书院强势反击 是想看下王家真正的底气吗 这是一些老古董的看法 但很快他们闭嘴了 因为族中有老怪物召集 密意大事 呜呜 一艘古老的战船 巨大无边 带着仙气 撞碎长空 从天地尽头而来 一下子就到了天神书院上方 这艘船太庞大了 可以跟星辰比肩 宏大体积带着 无与伦比的压迫力 再加上冒出一缕缕鲜物 以及常年环绕着的混沌器 这艘巨剑精的人 灵魂都要站立 这是一艘无上战船 它投下大片的阴影 整片大地都被覆盖在下方 形成一片昏暗之地 王家的人来了 九条龙出世 斜盖是神威 来到天神书院 俯视着所有人 战船发出的气息 让数十上百万里内的生灵 都瑟瑟发抖 战战兢兢 难以承受这种威压 太过可怕 船体 沉暗红色 那是致强者的血液染红的 这艘战船来头极大 是王长生的坐驾 但而今被九龙条开复而来 来了几条龙 九条都到了吗 暗中 有大人物在观察 心中震动 无论对谁来说 王家的九条龙 都早已成了气候 是绝世高手 九人合在一起 简直是无解 天神书院 而等罪孽滔天 伤我祖子弟 杀我子嗣 用血来还骂 有人大吼 就在那巨大的战船上 走出一道气势磅礴的身影 他高耸露苍语 站在船头 如同一个金氏巨人 这是他的法香 顶天立地 高也不知道多少万丈 这个时候 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恐怖气息 先毁天神书院到场 他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 这个身影大吼着 他是九条龙之一 正是王二 哄 下一刻九天都战力了 无量天更是抖动 不断军裂 简直像是要灭尸了一般 因为 在王二的手中出现一柄战戟 沙光滔滔 带着无穷的仙气 要利劈此剑 天哪 这是王家镇族的宝 是该族那件无上仙气 长生战戟 第1361章 先变 那只凤凰 有一种强烈的敌意 带着煞气 想吞食所有人 这本是一只仙情 祥和而圣洁 可现在却这么的试杀 连五色神语 都染成了血红色 跟应有的仙情气韵不相符 叮叮咚咚 情声悠扬 十分悦耳 居然让人将要悟到 这是何其惊人的事 房戟上 那只雪白的骷髅 弹奏出优美的乐章 十分动听 她的手骨纤细 雪白晶莹 一看就是女子 恍惚间 众人都有一种错觉 这不是一具雪白的骷髅 而是一个绝代家人 正在悠闲的抚情 弹出最美的情声 甚至 人们仿佛看清了她的真容 国色天香 碧月修花之貌 秋水为神域为谷 白衣圣雪 无尘无垢 人们使劲摇头 保持清醒 可是越是如此 越是看得真切 雪白骷髅血肉再生 化成一位绝代理人 她的美 无可挑剔 堪称完美无瑕 如同化卷中 走出的一个不真实的人 这是一位仙子 一个真正的仙 而非尘世上的美丽女子 她原本不属于红尘剑 怎么回事 刚才分明见到的 是一具雪白的骷髅骨 为何真的生出了血肉 连天眼通都忘不透了 醒来 大肠老梦天正断鹤 用上了道音 一群年轻人都一震 而后行转 这是什么倒数 怎么才一见面 就能迷惑的人的心神 连所谓的天眼通都无效了吗 别说是他们 就是抑郁一些老者 也感觉惭愧 方才他们中 也有人被迷惑了 是旁人唤醒 才经出一身冷汗 还是那具白骨 是一位血肉消失的绝代理人 情音很妖异 让人陷入误区 感官失灵 她骨骼鲜秀 很是修长 的确为女子 也可以判断出生前 一定是一个风华绝代的仙子 但如今毕竟已死 凤无仙情 大肠老盯着那张古琴 见她破烂了一截 且琴弦不再完整 缺失了一两根 相当的震惊 这绝对是古籍上 所记载的那张仙情 以无数纪念而成 其主料是凤凰一族 祖地的第一神术的树星 这张古琴 消失太长岁月了 不曾想在这里见到 已经毁坏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可见经历过惨战 这本是九天十地的 最出名的法器之一 跟乾坤代 十戒图等齐名 这个女子什么来临 突然 那只血黄鸣叫 像是在跟雪白的骷髅交流 结果叮得一声 凤无仙情发出一声 惊人的响声 一根断掉的琴弦飞出 如同鞭子般 抽象抑郁众人 大 炼仙狐发光 主动迎了上去 震开了此琴弦 但是自身发出一声巨响 神光澎湃 可见这一击多么的可怕 那被震开的琴弦 发出一声龙吟 化成一头蛟龙 迅速向着十号等人那里冲去 他无差别攻击 碰 果实不展开 如同波兰般 并发出光辉 阻挡住了这根琴弦 挡住了这头蛟龙 龙吟阵阵 琴弦退走 这只是试探而已 却让所有人都变色 这个雪白的骷髅骨 深不可测 能驾驭一张仙情 让每一个人都神色凝重 咎咎 未成年的堕落血黄 跟骷髅交流 不知在讲些什么 因为无人懂凤凰一族的语言 那雪白的骷髅 身材修长 她的头骨中 分明没有灵魂之火 不像是有原神的生物 可是却做出聆听状 很古怪 叮 一声轻响 琴音烈天 声音不是很高亢 可是从那里飞出的一道光 却切开了天穹 将这片天地分成为两半 随后 一道又一道音符跳出 都是银色的 向着异域生灵那里镇压而去 也同时攻击大长老等人 于念 当年被击杀的人 你真的我们怕你不成 炼仙虎请复苏 震杀她 抑郁的一名老者吼道 哄 炼仙虎发光 被他们一同催动 仿佛一尊古老的战神 汤果时间的长河 正在一步一步走来 对抗这片天地的压制 不断变强 逐渐复苏 炼仙虎发光 虎嘴那里喷出一道赤圣的芒 攻击那骷髅 还有仙情 动 宛若天地初开 宇宙第一神音初响 震耳欲聋 人的魂魄都要被击散了 两大法器交锋时 电闪雷鸣 各种异象分成 大长老不得不催动果实部 防御这里 并且动用大罗箭胎 斩向飞过来的鹰符 遭遇两方人马攻击 且都是仙道宝物 那骷髅自然压力倍增 就是此时 一声嘹亮的琴鸣响起 一头巨大的猛禽冲销而上 是从古建筑群中飞起的 那是一头干枯的巨鸟 还有灵羽 但是早已光泽暗淡 它血肉干枯 皮包骨头 甚至有半边身子 都露出了枯骨 但是 每一个人都震惊 因为这是一只凤凰 一头成年的仙情 不过 它死掉了 如今更像是被召唤出来的 仿若是某种傀儡兵器 这让所有人都一阵头大 不愧是封印在混沌中的一片骨戒 太神秘了 连这种仙情的尸体都有 过于可怕 不过 这头凤凰不是位列石兄中的那一只 但是 它生前的强大 是毋庸置疑的 可惜 也站死在这里 这个种族总共也没有多少只 可尔金在这里却能碰到一大一小两只 杀 抑郁的人凶性大发 炼仙胡在手 无惧一切敌 跟他们拼命 大长老一阵头大 那凤凰尸体 还有雪白骷髅骨 连他们也一同攻击 不得不反抗 哄 今天动地的大战爆发了 凤凰尸体俯冲 那种威势不可想象 再加上那骷髅女子弹琴 更是深刻不测 大长老还有抑郁的老者 都不得不全力以赴 本是仇敌 此时却都遭受攻击 此地的一些巨大的攻却 哪怕布置有法阵等 也经受不住几大无上法器的攻击 当场崩开了一些 激烈交手 大罗剑胎 果尸部 炼仙胡腾起 彼此间也在碰撞 毕竟是仇敌 哪怕遭遇了凤凰尸体 还有情音的攻击 抑郁的人也不忘记跟大长老死磕 发生混战 哄 突然 一股肃杀之气席卷当场 远古的号角声响起 镇压在此 一座大阵浮现 遮天蔽日 将所有人都卷了进去 这是残阵 但是一样的可怕 笼罩了所有人 给我开 炼仙胡锯阵 爆发滔天的不朽之光 粉碎真空 声声撞击出一条大裂缝 杀 大长老也喝到 然而 这个地方 灰雾弥漫 时间流转 仿佛将人带到一片古战场 可以看到 景物完全变了 这里海谷无尽 都是治强者的遗体 嗯 杀出去 这里不能久留 异域有人沉生道 感觉到了异常 身陷骨震重了 不得不说 炼仙胡强悍 撕开天地 击穿法阵的阻击 直接带着他们冲了出去 另一侧 大长老也拼命 以果施部 还有大罗剑胎开刀 杀出一条生路 冲出这片仙道残阵 外面 景物大便 成片的建筑群崩塌 露出中央巨山上的一座祭坛 那里有一口古棺 木质材料 居然还长着叶片 仙墨 他们惊呼 因为 在那棺木上 腾起阵阵仙雾 它哪怕被制成棺材了 还有生机 抽出枝条 长有发光的绿叶 祭坛上 有很多纹落 上面有神秘精血 在滋养此棺 这是什么鬼棺材 我借不朽者战死后 遗体中的血精 在供养这口棺材 抑郁的人惊目 对面 凤凰尸体 还有那弹琴的雪白骷髅还在 琴音悠悠 如同在招魂 在这里 除了一只未成年的凤凰外 其他都是死的 没有生机 可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布置 所有人都不解 盯着那口生机勃勃的仙冠 悠悠琴音依旧在想 带着一股伤悲 像是在召唤遥远时空的魂魄归来 就在这一刻 人们在这股悲意中 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全都寒毛倒数 而后头皮发麻 因为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 远处的山地震动 六道可怕的身影在接近 顶天立地 是横尸战场中的 那六位不朽者的尸体 居然被召唤了过来 且 远方 乱石崩云 有仙坟炸开 是古界的入口那里 几座仙坟开起了 有尸体出来 向这里迅速逼近 妈的 什么鬼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 曹羽生大骂 这是要灭绝他们 怎么可以操纵仙尸 这样围困他们 多半都要死在这里 第1362章 扰乱万古梦 见鬼了 此时 就是圣月那不苟言笑的 七姑道人 都忍不住叫出声 不 应该说是剑仙了 胖子曹羽生更正 远处 乱石崩云 可以看到一道又一道 身影腾空 巨大无边 血气贯穿日月 那种威压太可怕了 虽然隔着很远 但是却感觉 有一件又一件 先到兵器复苏 震慑人的灵魂 要知道那种东西 当时都寻不出几件 可现在在一个地方 一口气爆出四五件以上 威势滔滔 若星河绝堤 呼啸而来 不可阻挡那种大事 仙坟开启 仙势冲销 这种异常的景象 千古未有 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为何要 听从这里 白骨女子的号令 绝对是这情音 在召唤他们 要他们来此杀敌 再加上不远处 那六头顶天立地 耸入苍穹的身影 大地在抖动 那就更加可怕了 六头不朽的生灵 越来越近 到了眼前 将要出手 原有先尸 竟有不朽的尸体 这还让人怎么对抗 完全是死路一条 没有一丝的胜算 走 最佳的选择就是逃 真要在这里死战 避陨落无遗 不会有什么意外 大肠老展动过尸步 包裹住众人 就要开启一条空间通道 禁止逃离此地 抑郁的人也动了 他们虽然好战 但也不会平白无故地送死 在这种必杀之的境地下 果断催动炼仙弧 开启逃生路 呼 狂风呼啸 带着血色 还有黑色的闪电 这天地间的景象 一下子变得很诡异 也很可怕 干扰两件兵器 周围 腾起阵阵古老的符文 鲜光弥漫 一座古代大阵 在此复苏 中断了 他们的逃生之路 不好 没有办法横渡虚空 被锁定了 这个地方太古怪了 异遇一位老者低吼 再是 有人咆哮 生死关头 必须得拼命 不然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 在这片天地中 炼仙湖被压制 他需要对抗天地意志 有人神色难看 炼仙湖是无上法器 连仙都能震杀 但是进入此界后 却一直要对抗大乾坤 另一边 大长老孟天 正比他们还焦急 他同样受阻 此地大阵奈何不了他们 但是却干扰了他们远顿 这片土地 这片虚空 都曾摩克 有十分复杂的图案 万古不灭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嗡 虚空暴明 铺天盖地的 一只大爪子落下 覆盖着青色的鳞片 那是异遇的不朽尸体 体型庞大 足可以抓下日月来 这个时候 静止向着双方人马落下 要击杀他们所有人 你是我界仙人 怎能如此 异遇一位老者大吼 眼睛瞪得滚圆 真是惊怒交加 当 炼仙湖发光 挡住了这一击 但也在震动 吃 另一只巨兽 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咬碎了苍羽 瞬息而至 要将它们吞进去 大长老梦天 正手持剑胎发光 射出一道犀利的芒 向前斩去 并且果实不发光 撑开一道胜利的光幕 对抗这一击 形势危急 不朽的尸海闯来 挥动可怕的躯体 要破灭它们 而远处 仙尸也快到了 化成极道神红 粉碎天地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琴声叮咚 依旧在想 召唤与控制这些古师 压制它 抑郁的人吼道 好战的种族 战斗意识都很强 第一时间转变观念 不再想着逃走 而是攻向那弹琴的雪白骷髅 只要能镇压它 危机自解 大长老梦天正 也动了同样的念头 更直接向前杀去 要越过晶莹的白骨架 直接从这方离开 双方同时出手 攻击女子 结果引发 凤无仙情的阻击 并且那头巨大的凤凰尸骸 也展翅 扑向前来 这有点让人心惊 因为隐约间 人们已经看出 连不死凤凰都很在意 这雪白骷髅骨 在守护着它 拼了 哪怕我等受到大震动 也要冲杀过去 让炼仙狐全面复苏吧 抑郁的人大吼 哄 这一刻 抑郁一群老者 都在全力催动此狐 口中迎送咒语 像是一种祷告 更像是一种祭祀仪式 炼仙狐发光 不朽之气冲天而上 如同异域古祖复活 在混沌中睁开了眸子 透发出无与伦比的杀意 杀仙 恍惚间 有这样两个古英杰发出 那是炼仙狐存在的 本质意义所在 它能诞生于世 就是为了葬掉所有仙 天崩地裂 哪怕这里有大阵守护也不行 炼仙狐爆发出 无与伦比的威势 而且 天地意志 都仿佛暂时被震开了 若隐若无间 他们听到异域无数生灵在诵经 这是也不知多少事的积累 无数种族的治强者 加持与祭拜过这无上兵器 乾坤炸开 混沌气翻腾 前方 那秦英都被中断了 因为这种威势太惊人了 炼仙狐真正复苏的话 盖世无匹 只是 这种代价太大了 炼仙狐下方的一些人 当场被震得大口咳血 甚至有年轻王者暴碎 在这种波动下承受不住 不是炼仙狐暴虐 不识敌我 而是因为 这种武器不是为他们准备的 他属于抑郁最强的几位古老存在 对那种生灵来说 这种震动 自然算不了什么 吃 秦英被断 那雪白骷髅骨一阵迷惘 像是失魂了一般 在那里侧头 在努力思索着什么 一声鸟鸣 那头凤凰尸海俯冲 拼命对抗炼仙狐 而远处 唯一活着的生灵 那头还未成年的堕落血黄 则尖叫不止 像是在跟雪白的骷髅骨架沟通 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具骷髅骨架 头骨中连浑火都没有 还在思索 真是见鬼了 冲过去 抑郁的人大吼 同一时间 大长老也动用权力 俯冲了过去 必须要逃离这里 因为 就在后方 不朽的尸海总共有六头 再次出击了 而仙尸也到了境前 简直在蔑视 碰 成年的凤凰尸海 眼中闪动着赤光 带着滔天的火焰 硬汗炼仙狐 发出一声巨震 他哪怕曾经无敌于事 但毕竟死了 此时灵雨凋零 翻飞了出去 杀 抑郁的人大吼 全力催动炼仙狐 哪怕他透出的波动 震得他们自身都在军裂 口中咳血 也不想停下来 那雪白而晶莹的骷髅 依旧在发呆 一动不动 远处的未成年血黄尖叫 大声提醒 当 炼仙狐打在了 他的身上 那白骨架 哗啦一声散掉了 落在地上一堆 成功了 抑郁的人欢呼 但是 他们的眼神紧接着一冷 因为那白骨架虽然散掉了 但是并没有断掉 哪怕一根 并且 在这个时候 他们发光 快速重组 成为一个修长的身影 站在那里 这是什么怪物 炼仙狐可是能杀仙啊 怎么连一堆白骨都无法震断 这群人惊悚啦 不过 还好他们冲过来了 没有被挡住 同一时间 大肠老孟天正 他们也一冲而过 躲避过了后面的必杀一击 这关国 带走吗 夜遇有人低语 因为就在前方的祭坛上 那口仙木骨关横沉 上面绿叶金银 发出阵阵鲜雾 就在眼前 别妄动 有人很谨慎 但炼仙狐冲过时 还是带起了阵阵刚风 惊动了这口骨关 那是 抑郁的人惊呼 被惊扰的骨关发光 关盖透明了起来 能看到里面的景物 天 是他的关国 此时 九天这边的人也冲过 正好见到这一幕 目关很特别 此时晶莹灿烂 露出里面的真实情况 那里有一个美丽的女子躺着 完美无瑕 一身血衣 无尘无垢 正是早先他们看到的那个 骷髅血肉重生时的样子 两者一般无二 不对 只是一层皮 你们看 他的身上有一道口子 里面是空的 像是一腿 他的头部有一个光团 那是要复苏吗 这相当的可怕 更十分诡异 这个生灵还没有死彻底吗 还是说是一头不可想象的阴灵 亦或是说 这是一种蜕变 如果是蜕变 那未免太可怕了 理应吞下老皮 而后新生才对 他却是退下骨骼等 唯独留下绝世容颜 难道真的存在鬼成仙 这个地方有通天造化 他被滋养 可能完全是另一种生灵了 死后再成仙 早已不是原来的人 大肠老孟天正说道 嗡 天地抖动 虚空被禁锢了 无论是炼仙狐 还是仙王果尸部 都是一阵 被一股强大的场域锁住 而后又被生生拉扯了回来 不能逃离此地 观中 那个女子睁开了眼睛 一双眸子中 宇宙初开 诸神沙摩的景象平线 更有一颗又一颗大心转动 不如毁灭 甚至什么鬼经历都见过了 不仅见到了仙尸 不朽的骸骨 还有什么传说中的鬼成仙 曹与生诅咒 又惊又怕 这女人睁开眼睛的刹那 连两大无上法器都被向回来 实在太可怕了 这是要留下他们所有人吗 此时 每一个人心头都压抑 仿佛被万君神山镇压 是谁扰我万古梦 是谁乱我宁静心 平缓的声音 从那古观中传来 只打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第1363章 自成禁地 这两句话一出 让所有人都身体发僵 简直不能动弹了 这是什么人 一梦万古 一心如平湖 此时被人惊醒 这种说法太吓人了 不过 所有人都看出 他不可能是完好活下来的 一定发生过什么变故 生死 且自身的大道险些消亡 观中只有一张人皮 美若天仙 无缺而精致 鬼斧神功 如同上天的完美杰作 鬼成仙 跟那种传说太像了 过去 并没有真实的例证 都一直只是传说 而今似乎第一次见到 有鬼成仙这种产物 十分骇人 他是谁 在过去有何种身份 冲开啊 抑郁的人毛浪 疯狂催动炼仙狐 不计代价 当场又有人身体暴碎 因为法器复苏的越彻底 波动越激烈 他们便越无法承受 那些年轻王者 脸色苍白 幸好有老辈人物出手相护 不然得全面 嗡 炼仙狐颤动 摆脱禁锢 要逃出生天 大场老梦天正 神色严肃 竭尽所能 催动果实布 包裹着众人 要一起离开 前辈 你是我九天的修饰吗 看你服饰 听你仙音 不属于抑郁 快杀敌啊 这帮狼崽子又来了 曹羽声大呼 天地间 场域不稳 九天的修饰也冲了起来 什么九天 什么抑郁 过眼云烟 与我何干 那女子一声叹息 我等无意搅扰 就此别过 抑郁的一位老者抱拳 此时十分低调 想立刻离去 这个见鬼的地方 一刻也不想停留了 那些所谓的秘星 都不能叹了 实在太危险 这壶有些眼熟 我遗忘了太多啊 女子开口 声音很好听 但是也有点落寞 呼的一声 关盖掀开 而后她竟然坐了起来 抬手间 一根仙仙玉纸 洁白晶莹 轻轻弹在恋仙壶上 抑郁众人亡魂皆冒 吓得要死 这是怎样一个存在 出手如电 隔空一指 就这么弹到了 要知道 他们掌控的 可是恋仙壶啊 当 响声刺耳 恋仙壶被弹中后 爆发出一团刺目地光 那可怕的力量 如山红爆发 向着女子那里冲击而去 但是 她的御手一抹 居然直接击散了 抑郁众人面色苍白 这个女子太可怕了 狐灵请复活 有人忍不住大叫 以一种焦急 而古老的阴节呼唤 让恋仙壶的气灵活过来 不要再遮眠 一股强大的意志 渐渐醒来 形成滔天之力 但是 女子还未动 这大乾坤便已经先有感 这不属于此阶的器物 在此阶被严厉地排斥 有各种大道纹路镇压而下 给我很不好的感觉 女子自语 一直点出 恋仙壶摇动 连衣成片 发出报名声 同时 她也定住了十号等人 抬手间 就要扯走仙王果实部 如果你是我九天的仙明 是曾经的战者 就一定要认出这面大旗 她是曾经的铁血旗帜 怎能忘记 大肠老孟天正大吼 她全力催动 让这块破步发光 并且鲜光艳艳 有几种血浮腺 有仙王气息弥漫 笼罩了高天 那是鲜血 最少有两位仙王 被她裹着而归 魂葬此其上 很熟悉 女子一阵失神 手停在了半空中 没有动大旗 但很快她又行转 道 认识有如何 呼 大风呼啸 她翻手间 将恋仙壶 还有仙王果实部都推走了 令他们跌入前方的山脉间 在这里 居然是一个巨大的棋盘 不好 这是无上法阵 她要困住我等 抑郁的人大叫 党武者杀 就在此时 炼仙壶的意志见复苏 要暴动 请气灵息怒 望请继续沉眠 抑郁有人高呼 并开始诵经 为什么要指歌 有人质问 因为 九天的人也被打进来了 那女人一视同仁 所以我们不能先挑衅她 不然后果不妙 有人低语 炼仙壶寂静了 没有发胸威 而这大乾坤 也终于安静了 不然的话 无数道文浮现 要全面针对此壶 遗忘了过去 而我也不想再去追忆 将它们拿下 女子说道 动 六头不朽的 生灵的尸骸走来 庞大无边 向着山脉中的 棋盘攻击而至 与此同时 几头仙尸也到了 围住四方 前辈 你是我九天的先民 岂能如此 十号鹤道 一群年轻人都看出 这应该是九天战死的强者 因缘而生 哪怕是鬼成仙 她的前身 也在九天这一边 不是很美好的回忆 既已丢失 何苦去追 我不想再一解 罢了 你们都离去 我不与事争 从此此劫自成一方禁区 一里红尘外 莫饶我 让人吃惊的是 这女子居然说出 这样一番话 起初还有些迷茫 到最后 竟无比果决 不容置疑 呼 那棋盘被开启 他们呼啸而出 被他一甩袍袖 直接扇飞了 向着此界边缘而去 啾啾 那个未成年的凤凰再叫 不愿放过他们 跟女子交流 前辈 你不能放过他们啊 这是抑郁的人马 你的前身之死 跟他们有直接关系 要统统震杀才对 曹雨生大喊 十分不甘 抑郁的人 脸色扭曲 真想活吃了他 一个个握紧拳头 伸在炼仙湖的笼罩下 盯着这边 事实上 十号 大须驼 七顾等人 也无不想借女子之手 击杀抑郁一群人 铲除这群敌患 然而 很可惜 这个风华绝代的女子 十分果断 一副不惹尘埃的样子 将她们全部赶走 不参与当中 曾经的坚持 并不美好 与其如此 不如斩断 一切与我何干 就此静看万古流水 天老地窟 从此自成禁地 站在烟云外 斩断结与乱 女子冷漠地说道 九天的人非常无奈 生出一股无力感 哄 下一刻 她们都冲出了这片古戒 而后 那里一面十万丈高的 漆黑巨碑 缓缓镇压而下 即将再次封印此地 混沌翻涌 那片古戒 马上就要不见了 真是不甘啊 大好的机会 原本可以灭杀 这群狼崽子 结果让他们逃了 曹雨生愤愤不平 杀了他们 其实也不能扭转什么 抑郁的不朽生灵 才是可怕的 那才是真正的威胁 有些人自我安慰 对面 炼仙湖的下方 一群抑郁生灵冷笑 吃 就在这时 遗物突然从混沌中冲来 落在先王果尸部上 并且传来女子的声音 曾经属于哪一方 那就归于她吧 这声音很平淡 像是放下了一切 哄 最后 黑色的巨碑震动 彻底落下 那片古界终于封印了 完全消失不见 很明显 这飞出的物体 落在先王果尸部上 足以证明 那女子曾经属于九天这一边 因为这个物件选择了他们 所有人都盯着她 仔细观看 这是一支箱 不足半尺长 曾经点燃过 又早已熄灭 这是什么意思 让我们烧香吗 有人发泄不满 人们盯着她 这支箱很普通 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在她上面 鸣刻着一些文字 其中两个字 属于仙古文字 其他文字不认识 应该属于某些 特别强大的种族 认识的两个字为 界面 这太可怕了 让人惊悚 这是何意 世界破灭吗 那女人为何 送出了这样一支箱 她有什么用处 这东西不简单 得收好 一定有天大的用处 大肠老神色很郑重 异域人眼貌凶光 想要过来抢 但是看到大罗剑胎 果实部等 全部对着她们 并且石冠王 取出了世界树幼苗 折先取出了 天脚蚁的独角后 她们忍住了 我怀疑 刚才那个女子 不属于九天 跟我的祖先 来自同一个地方 独孤云开口 目光幽碎 道 她也许就是 跟落魔决战的人 什么 那个拥有一些混沌血 跟异域谷祖 同归于尽的无上强者 有人低呼 人们思寸 或许真有可能 走 先离开这里 她们跟异域的人对峙着 先后离开 这片混沌区域 重新来到 大赤天边江地带 许多人都沉默着 考虑所发生的事 自称境地 不愿再沾染尘埃 离开纷争 真是太可惜了 有人叹道 想到那个女子 哪怕是鬼成仙 多半也有仙级战力 难道说 九天十地的禁区 之所以诞生 都是因为 都有类似的理由吗 十号自语 这让人一正 而后惊悚 这个问题很可怕 九天十地有真正的禁区 不可跨入 里面有十分神秘的存在 也不知有多强 自古长存 如果深想下去 当中肯定有诸多往事 有许多可怕的秘星 第1364章 残酷时代到了 大赤天边将依旧 死气沉沉 古城化作废墟 在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深渊 黑暗无边 数十道身影出力在上 寂静无声 冷酷如魔神塑像 他们在等待 九天十地这一方 人早已离去 无一人镇守于此 是 炼仙湖发光 撕开乾坤 从混沌中回来了 如何 原本无声无息的 数十道人影拳都仰头 望着接近的炼仙湖 难以保持镇静了 很激动 呼 大风呼啸 先往果实不斩动 朝荡起刚风 从远处横空而过 莫向天地尽头 没有接近这里 进去了 发现了一些情况 炼仙湖落下 一群人显露真身 他们遥望着天边的 大长老孟天正等人 很想击杀掉 天边 果实不被收起 大长老 十号等人显出真身 远远地看着 不曾临近 双方遥望 都很想击毙敌手 但是都十分无奈 无法成功 可惜了 那个女人 怎么会置身事外 当年分明曾经参战 是一个盖带高手 如今怎么是 那副态度了 蓝仙低语 鬼成仙 早已不是原来的人了 大长老孟天正一探 他也很遗憾 若是能在那片古界 击杀异域人 留下练仙湖 那此行就圆满了 走 回去说 无上的大人 耗去了太多的法力 深冤判 一位老者低语 最后狠狠地盯着九天这边 露出了冷酷的笑容 道 边荒破石 灭你们九族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他们跨界而行 怀着目的而来 结果却很不顺利 杀你爹啊 曹宇生的嘴巴一向很贱 张嘴就来 肆无忌惮 在这里对异域的领军人爆粗口 小鬼 等我接大军入关时 千军万马杀修士 咋等 一个也活不了 就让你们先嘴硬吧 那老者冷冷说道 别太自负 有朝一日 我会入异域 斩尽不朽 杀遍万敌 先翻你们的阻台 十号也发狠说道 近来 他很少这样带着仇怨 带着戾气说话了 这般的发狠 可是现在 他却抑制不住 很想击毙群敌 斩灭霍乱的根源之地 一群人都冷冷地望来 盯着他 因为这个年轻人 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 一个人斩石王 击败十大高手 让他们遭遇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大败 对于好战的种族来说 这是一种奇耻大辱 斩你人头的人会是我 在对面 一个金色神环 笼罩的年轻人带着笑 冲着十号点手 正是贺子明 早晚会杀了你 一群年轻王者也吼道 他们感觉很屈辱 所谓的猪王 不过如此 早已领教过 真正在战场见面时 我要杀你们全部 十号冷酷地说道 嚣张 狂妄 黑暗深渊前 那些年轻王者自然沸腾 一个个怒目而逝 你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 告诉你 我等是王者不错 但还不是最强的十大年轻王者 他们自然不甘 异常地怒怨 回去问一问你们 九天所谓的长生世家 他们一定知道 我欲年轻的无敌之人有多强 曾开创一个又一个 无法超越的奇迹 大肠老瞳孔收缩 听到对面那些言论 他想到了一些旧事 抑郁的人的确可怕 当年有各种秘星流传 在古代时 异域的年轻无上强者 不足而立之年 就可以吞吐星辰 入太阳神星炼体 静太阴海中 追杀史前巨凶 那种战绩 实在无与伦比 难以被打破 相比较而言 这一次异域出场的年轻王者 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还称不上年轻至尊 无法与古代传说中那些人相比 大肠老孟天 正跟长生世家的老头子们 曾短暂交流 认为此事 一定还会有那样的年轻至尊 异域的后代 不会弱于古人 也许当所谓的 十大王者中的前几人 跨界出现时 就会真正显现出 那种无敌威势了 哼 我等是年轻王者 但还有帝族 安兰 于托等古老家族的年轻帝者 真正走出他们的古地时 你们九天十地的所谓奇才 都将会是土狗 不堪一击 什么都算不上 对面 有人冷酷地说道 很冰寒 带着一种狂热 还有一种向往 对九天十地的年轻人 表示不屑 这些话语一出 让九天十地这一边 所有人都心头一尘 感觉到了愤怒 还有压抑与凝重 异域最强年轻强者 果然都还没有露面 王族之上 还有帝族 十连拜 也好意思叫嚣 十号望着他们 羽太轻狂 长发飞扬 哦 我等着 先斩诸王 再杀帝族 休得嚣张 他日战场见 以你血洗冰封 异域年轻王者虽然不甘 但在老辈人的带领下 不得不转身离去 一道又一道身影 没入深渊中 从大赤天边疆 消失不见 他们虽然能出现 但是却无法深入大赤天 因为戒壁阻隔 天地之力压制 在排斥他们 如今 还不是杀过来的时刻 他们在等 到了几方大界 交融九天十地时 到时候将横杀所有敌 大地尽头 十号 曹雨生 大须驼等人都在盯着 一语不发 能够想象未来的大战 会多么血腥 咔嚓 突然 他们看到了可怕的一幅画面 每一个人都震惊 全都毛骨悚然 那黑暗深渊在颤抖 在四周 有几只大手出现 而后缓缓向着黑暗 伸出尘去 天哪 是几只大手支撑着深渊 使他不闭合 这太可怕了 小胖子曹雨生惊叫 几只大手离开深渊边缘后 那里缓缓闭合 世界裂缝 在慢慢消失 这是多么大的力量 几只手撑开了天地 保持这条通道贯通 神威盖世 不可想象 回去 大长老说吧 带着这些年轻人 撕开虚空 就此离去 他们跨界 在九天中穿梭 从大翅天到无量天 天文数字的路程 漫长到无法想象 但在大长老的神通下 天欠可行 时间缩短 在路上 一个又一个年轻人离开 都怀着沉重的心情 前往各自的家族送信 因为大翅天发生的事 九天上各大教还不知 甚至 真正的主战场在边荒 一些大教都不见得得息呢 到了最后 战船上没有剩下几人 大多人都离开了 回到无量天 大长老一闪身就消失了 让十号等几位年轻人 自行驾驭战船 回天神书院 咦 回来了 书院中 有人惊呼 仰望着苍穹 十号 曹雨生等少数人落下 出现在天神书院的广场 其他人有的前往了仙院 圣院 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族 天大的事情发生了 都在第一时间去禀报 异域人真的入侵了吗 是否发生了大战 异域那些仇敌 都什么样子 一群年轻人冲了上来 围住十号几人 问个不停 这些人没有资格前往战场 因为当时只带了 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让他们去增长见识 其余都是老辈高手 开战了 一个残酷的时代到了 十号神色沉重 严肃地说道 你们怎么回来了 去了战场 不跟着战斗 却在第一时间退缩 算是当了逃兵吗 就在此时 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十号的眉毛跳了又跳 忍住一股火气 回头望去 心头顿时一沉 那几人看着有些眼熟 瞬息 他认出来了 不久前跟大长老一同 强闯长生世家王家 大战王长生时 这几人中的两人 曾在很远的地方观战 这是王熙家族的人 他们怎么来了 十号回想 还真没有注意在大赤天边江 是否有王家人前往参战 说 你们为何回来 前方战事如何了 为首的中年人 冷冷地问道 这让十号心中一番 情况很不对 王家的人怎么来到天神书院 在此指手画脚 在这前方大战的时刻 这透着诡异 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第1365章 丧心病狂 这本是天神书院 王家凭什么来这里主事 看他们的姿态 听他们的话语 完全是将自己 当成了此地的半个主人 但 九叔祖在问你话呢 何不回答 不远处 有一个年轻人走来 他十分英俊 但是眼神有点英智 不算多么和善 是你的九叔祖 不是别人的 十号淡淡地回应 他见过这个王家年轻人 以前此人见到他时十分敬畏 现在却姿态这么高 分明是有恃无恐 对面为首的那个中年人 就是那所谓的九叔祖 他看起来正在壮年 血气鼎盛 但是其实早已修行漫长岁月了 为何不回答 又有人喝倒 你王家人来天神书院遗址气使 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凭什么要多等低头 何须回应你们 十号看向他们 王家人真是厉害 跑天神书院仨也来了 在大池天边 叫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们的人 在这里凶什么 曹雨生忍不住了 开口讽刺 他并没有回圣院 小辈 我没有问你话 哪里有你说话的法 那所谓的九叔祖王天明说道 扫了一眼曹雨生 这是天神书院 我愿意说就说 关你什么事 又不是你王家 想耍威风 回你们的长生世家去 曹雨生针锋相对 一点都不犯处 闭嘴 就在此时 王天明一声断鹤 他动用了道音 奇音如雷 朕的虚空都在轰鸣 天神书院都在摇颤 所有人都变色 他这是要做什么 这里是天神书院 其他人都一惊 见到王家的一群强者赶来 进入书院 本就觉得奇怪了 现在居然还要针对十号等人 说 你们为何逃离战场 独自跑了回来 做了逃兵吗 王天明旁边 有人低声喝道 这种情况很不妙 不问青红灶 直接就为十号等人 扣了一顶大帽子 你王家人太霸道了 这是天神书院 你们凭什么 自视为这里的主人 到底想干什么 十号反问 大声呵斥 此季 天神书院安静了 一些学生走来 看着王家的人 都觉得今日太古怪了 天地有变 异欲入侵 我等巡视各地 免得有意外发生 天神书院是一处重地 你等回归 自然要认真询问 王天平波澜不惊地回应道 而后 他神色严厉 喝道 去了那么多人 为何只有你们几个回来 行踪鬼祟 一定是擅自逃离了战场 给我拿下 严格审查 所有人都变色 这太严重了 王家的人要对十号动手 他肯定没有好下场 不少人立刻知道了 这是在报复 王家趁此机会 要拿下十号 这是找借口针对他 放肆 十号大喝 同时 曹雨生也怒了 愤懑无比 再次喝道 你们这群人 在大赤天边疆 没有见到的 却在这里作威作福 算什么本事 有种去战场上表现 一群恼种 十号认真回想 真的没有在大赤天边疆 看到过王家的人 难道他们听到祖龙号角后 一个人都不曾前往 这很可怕 边荒大战之际 九天十地的后方 很有可能出现别的乱子 这让十号心头 出现一缕阴霾 王天平冷漠地说道 一群小辈 其懂大人物的格局 我等奉命巡视 确保九天各地安稳 免得有人趁机作乱 现在不是干等解释的时候 速速招供 为何逃离战场 立刻出手 都给我拿下 在他身旁 几名中年人一同上前 释放强大的气息 要镇压十号 曹雨生等人 你到我天神书院无人了吗 王家真是好本事 欺负我们头上来了 不远处 传来冷哼声 一位老者走来 正是天神书院的一位长老 其他长老都走了 号角一响 跟随战船前往大赤天边疆 去参战了 可以说 天神书院非常无私 只留下一位长老看守此地 为的是指引留下来的年轻人 做好更惨烈大战的准备 道兄 好久不见 就在此时 不远处走来两位老者 是王家的活化十级大人物 堵住了那位长老的去路 王家疯了吗 这是所有人的不解 王家摆明要强势出手 针对十号等人 哪怕天神书院 有长老及人物干预了 他们也铁了心要动手 放肆 天神书院的长老 真的怒了 王家太过了 道兄稍安勿躁 先拿下几人 我等审问一下便知 一位老者笑呵呵地说道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天神书院的这位长老冷声道 现在的事情太明显了 王家在找事 真的可恨啊 荒在战场前方血战 连败一遇十大年轻高手 养我九天神威 而你王家在哪里 在后方排除一击 对自己人下手 卑劣而可恨 曹宇生愤生道 他平日嘻嘻哈哈 但现在真的被气坏了 所有人都动容 慌在边疆大战了 那种战绩 十分辉煌 在两军对垒之际 大杀对方实亡 光想一想 就让人激动 一面之词 都是你们几人说的 谁人会相信 我要先拿下的 一审便知 王天明说道 谁都知道 落在他们手中 十号保证没有好下场 不死也要废掉 许多人都可以作证 各族的年轻天才都回归了 都返回了个族 发生的事 马上就会传遍九天十地 当听到这些话 王家两位老者 还有王天明的眼皮一跳 但马上镇定了下来 还是坚持要查 十号 将战场发生的事 在这里一五一十地讲出来 告诉所有人 天神书院的长老开口 十号并无隐瞒 讲述了大智天边疆的事 让在场的很多人呼吸急促 情绪起伏 紧张激动 特别是 德西紫日天军 吕洪等人战死后 每一个人都心头发沉 那可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号称在最强的一列人内 居然凋零了 当听到十号以平淡语气 讲述自身十连胜时 人们可以想象那种大战的场面 无不热血翻涌 一面之词 你比紫日天军 吕洪能强多少 他们战死 你却安然回归 还说什么十连胜 虚伪 我看必有隐情 王天明不应不扬地说道 他很强势 执意要先拿下十号 进行审问 王家你们到底想怎样 难道预判变九天十地 要反出去了吗 这时 天神书院唯一留下来的长老 忍受不住了 勃然大怒 因为对方的要求太无礼了 而且很荒唐 一再胡搅蛮缠 想做什么 直说 十号喝道 妈的 在前方战场 没有见到王家一个人影 却在这里缺耀武扬威 针对自己人 什么东西 曹一生也怒斥 王天明脸色殷勤不定 因为吃相太难看了 但实在没有其他借口 他得到命令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拿下十号 从他神识中 搜出一篇经文 这是王家九位老祖宗的 几人下的命令 那是王长生的几个亲儿子 因为 他们得到消息 十号从北海石林 那里得到了一篇了不得的经文 很有可能是不灭经 据问 这是王长生亲自推演 算出来的 这篇经文太重要了 王家鼓祖王长生 若是得到 很有可能会踏足长生领域 能够成仙 过此 王家洞悉后 不计代价 哪怕得罪所有人 跟诸天为敌 也不会退缩 要得到那经文 只要王长生成仙 打破禁锢 将会无惧所有势力 特别是在不能成仙的年代 一旦迈进那一领域 得到的好处 将会无法想象 不止减突破 为真仙那么简单 甚至更高 所以 王家的人来了 守在这里 表现得有些丧心病狂 不过脸面 一定要拿下十号 话不能乱说 不然 会有大祸 王天明看向天神书院的长老 平日他得礼尽这位长老 但现在却不在乎 因为王家有两位大高手在此 而且 可能还会有王家的绝世人物清零 真是嚣张 跋扈 王家你们想返出九天 便要做好付出惨烈代价的准备 天神书院的长老喝到 直接要开战 这样污蔑我等 实在不应该 王家的两位老者上前 挡住了他 释放战器 令他无法救援时候 所有人都一阵 王家撕破脸皮了 执意要对付十号 现在大长老 二长老等都去参战了 没有回来 大事不妙 你自负手脚 还是等着我们动手 王天明背负双手 一步一步走来 一切尽在掌控中 晃 你这叛徒 编造什么谎言 还说什么连胜十场 今日拿下你 让你现原刑 王家的那年轻人冷笑道 滚 我们在战场对敌时 你这种鼠辈 也只能躲在后方放冷剑 不敢上战场 曹雨声喝道 我就站在这里 我看谁能动我 十号冷漠地说道 十分地镇定 真是张狂 一个小辈而已 修为确实有称赞的地方 但在我面前 是龙你 也得给我盘着 王天明寒声道 带着几名中年人 到了镜前 直接就要出手 我警告你 再动一下 立刻杀了你 十号冷悠悠地说道 所有人都是一呆 形势危急 慌居然还敢这样说话 十分张扬 王天明大笑 而后突然神色变冷 向前迈步 道 我亲手镇压你 你能奈何我 杀 十号一声轻斥 王天明脸上 带着嘲讽之色 原本很镇定 可现在 他一下子僵住了 而后惨叫 地面崩开 一杆黑色的绽毛 带着无情的杀盗之光 从地下冲出 扑的一声将他穿透 高高挑起 在我的地盘 你也敢撒眼 找死 一直没有声息的金色小蚂蚁出现 领着几名 穿着黑色甲皱的古战者 从地下走出